這首詩中寫出了豪邁的一面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你看不到黃河的水就像天上流露一樣 奔流到海不迫回,即是不會再回來 當然古代人沒有想到這麼多 海上會升上海,變了雲,蒸氣,雲變了雨 水循環,他又說不會想那麼多 甚至有些古代人再早點想到那些雲就在山裏出來 這裏第二段就是 昭如君不見,高唐明鏡,卑霸法 昭如青絲,無成雪 即是我們看著高唐中的鏡 古代都有鏡,用銅來磨磨,省靚 你看到自己照著自己的樣子 朝早上還是青絲,青絲就是烏黑的頭髮 黃昏的時候已經變了白雪 人生老得很快 他誇張得好像朝夕那樣 人生得意須盡寬 這裏的得意不是廣東話,他很可愛的那個得意 很可愛的那個得意 這裏的得意是指人生,春風得意 就是很成功,很滿足的時候 應該是盡情一點 莫使金瓶空對魚,即是你沒有令到那個酒杯 瓶空對著魚光 應該是飲性的,應該盡情去嘆 所以李白在瓶下讀書裡有一句叫做 行落雖及春,就是這個意思 天生我才是必有用的,這句經常都聽到 千金三重還補,後面我再講 好,我寫一寫一些字 椒字 我會稍微扯出去一點點的 我會稍微扯出去一點點的 禮貝賓 大陸 地 大陸 大陸 有否 大陸 近 兩 沒有成字說過成字 成字第二來講是先寫這筆 容易放一些 每一筆都是先回一回 再下 回一回 可以打橫或者打通都可以 說字 我比較少寫這個說字 我覺得很難擺 太長了 但是你看到的話 你要知道這個是說字 看著這個東西來做的 中間 是高平均的 變得很大塊 變得很大塊 有一點多固定 沒有多固定 有一點多固定 現在放了幾個 變得很大 所以你們要看到這部分 可以用三點睡 是的 所以我們要 isso 可以用3點睡 yn 我淋了 我淋了 金箱的金字 寫的時候這一畫都是一樣的 先回一回再過來 後面那裡不用停 有些人說後面那裡需不需要回一回風 其實我自己比較少 我停一停就下氣了 前面那裡我會回的 後面那裡很少再回的 我不會做這個動作 我會這樣過來便會停 金箱的金箱 停一停 我會這樣講 這個和磚字這樣寫 這是第二畫 專門接第二畫 對嗎 然後這裡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 記得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OK 這個沒有太長 對折 可以這樣寫 有趣一點 天生我才的 我字 最後一個必字要講講 它這個心字的不順 其實我是這樣寫的 先寫這畫面 然後 作用了之後 然後寫了這一畫面 我覺得這樣來擺 這兩個空間 比較容易擺 但你說不是 我自己覺得這樣 順勢這樣寫 可以嗎 都可以 我自己就認為可以 順勢又可以 這樣寫又可以 又可以 又可以 這樣擺得舒服便可以 我這個就不是這樣 你都知道我對於不信 就不是那麼嚴謹 我覺得有時候寫習慣了 或者你這個空間 你的腦裡面的空間 這樣擺會舒服便 就好些 OK 比較難寫的字是這幾個 自己試一下